如果说俄乌冲突是美国的鸡肋,那巴以冲突就是美国的威胁,而现在的红海危机就是美国霸权的催命符,为了解决掉这个催命符,甚至相关的媒体透露说,中方给伊朗施压,让伊朗来遏制胡塞行为,近日中方与伊朗进行了多次沟通,而且最后我们也再次发表了对红海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我们早就给红海问题定性了。 而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悬着心再次没有了着落,美国在中东的局势将越来越悲观嘛。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中医给红海定性,日前,伊朗外交部放出消息称,中国和伊朗已经就红海危机仪式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红海危机的性质就是加沙冲突的外衣,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式给红海危机定性盖章,美国悬着的心终于掉死了。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在红海危机的种种遭遇,近半个多月,美国在湖塞发起了多轮轰炸,但都收效甚微,过航商船遭受的袭击并未减少,比如本月24日。 位于曼德海峡和亚丁湾附近的美国军舰和商船,就遭到了湖塞武装的袭击,据湖塞武装发言人表示,有一艘美国船只被湖塞武装击中,两艘美国商船被迫返航,而美军司令部则表示,湖塞武装向其发射的三枚反舰导弹,有两枚被美军舰成功拦截,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船体受损。 虽然我们无法验证美军和湖塞武装的说法哪个是准确的,但是美军在红海的困境已经十分明显,五角大楼的官员甚至承认,他们对湖塞武装的军事战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同时,湖塞武装在红海封锁美军航道的同时,其在抗争之湖的其他同盟,例如伊拉克和伊朗,也在积极行动,分别攻击美军基地和劫持美军邮轮,可以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处境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相似。 这个局面让一向自视霸主的美国感到很难受,如果任由红海危机愈演愈烈,美国显然也承受不起后果,于是就找到了中国球帮助。 据美方发言人称,过去三个月内,美方多次向中方高层官员发出球员信号,称只有中国有能力与伊朗进行对话,甚至施压,以达到遏制湖塞武装行动的目的,而美国无法做到这一点。 另外,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专程访问了泰国,与中方高层进行了会谈,回顾之前,沙利文与中国代表的会面地点,维也纳和马尔他,这两个虽然都是第三方国家,但他们都位于欧洲,相对更靠近美国,而在立场上也倾向于美方,而这次的谈判地点是泰国,这个位置更靠近中国,很明显,沙利文是有求于我们,而这个请求,无疑是希望中国对伊朗施压,阻止胡塞武装, 不能否认,美国三番五次喊话中国,确实是将阻止胡塞武装行动的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然而,美国在红海遭遇挫折,和其对中国进行舆论施压的行为几乎同时发生,这无疑让人质疑美国的真正目的,尤其当提到中国与伊朗的关系时,美国总是带着嘲讽和不满的语气。 例如,近日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尽管中美高层在泰国的会谈持续了两天,但是仍看不到中国有提供帮助的迹象,此外,美国新闻周刊的言论更是过于直接,直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将控制胡塞武装的罪名归咎于中国。 要知道,红海危机以来,中方为缓解紧张局势,同各方保持着密切沟通,做出了积极努力,然而美国官员却对此视而不见,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中方对伊朗发挥所谓的影响力,显然美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拉进中东乱局,并且打着中方的旗号施压伊朗,为以色列松绑。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伊朗和中国给红海危机定性,从两方面打破了美国的布局,其一,将红海危机定性为袈裟冲突的外议。 就说明,中国并未将矛头指向胡塞武装,而是指向了引起袈裟冲突的罪魁祸首,以色列。 其二,美国想要用施压来挑拨中医关系,阻止胡塞武装的图谋被打破,简而言之,美国这次不仅没能拉来帮手, 反而还把自己推向了一个更加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拿胡塞武装没办法,又无法在这场冲突中脱身。 实际上,红海局势不断紧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当前的红海危机得不到解决,主要源于加沙地区冲突迟迟得不到解决,而加沙的紧张局势的升级。 则与某些国家无视公正,阻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停火决议草案有直接关系。 另外,面对红海的紧张局势,美国忽视了加沙冲突的根本问题,试图依靠军事行动一刀切解决问题, 这不仅对缓和局势无助,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甚至有美国媒体发表文章称,白宫正是中东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并表示目前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和政策带来的后果。 中国有一句话叫解铃还须细铃人,美国要真的想从这场中东乱局中脱身,与其忙着把中国脱下水, 还不如先约束好自己的手脚,否则这滩浑水只会被越搅越乱。 美国需要站在道义的一边,不要只站在自己的利益一边,这样不光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只会让问题更加的复杂,甚至让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 而且此次中美在泰国举行的会谈中,两国也再次谈到了中东问题, 而且根据公布的信息显示,两国进行了坦诚的交流,而且也有媒体爆出, 接下来中美两国更高层将会通话沟通。 这里我们就能看到,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务实的。 也是真的想解决问题的,只是并不是美国想的那样站在美国的角度拉偏架, 而这不管是对于中东国家,还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 毕竟我们从来都是只占道义,而今天美国所遇到的局面不过是失道寡注罢了。 美国已经没有退路,如果说俄乌冲突,美国还有退路,还有缓和的余地, 那么巴以冲突以及鸿海危机,美国早就已经没有了退路, 主动权早已不是美国想停就能停,而是中东问题该如何解决的问题。 今天我们看到,随着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鸿海危机以及现在不断出现的驻中东美军背袭问题等都在诉说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美国曾经的统治方式该结束了。 在过去,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理中东问题, 但是今天美国早就已经办不到了, 而且我们能够看到相比较开战之初叫嚣的以色列, 现在的以色列反而安静了很多,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因为攻守知识已经发生了转变。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巴以冲突以及鸿海问题, 早就不是美国西方说了算了, 而是中东国家开始掌握主动权了。 只要他们敢露出一点破绽, 就会有更多的国家选择下场。 可是说,这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而要想解决这一切, 就需要尊重中东人民的诉求来达到一种平衡。 而美国以及以色列还沉浸在自己的状态中, 殊不知这一切早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 现在的美国该认清现实了, 武力最大的作用是威慑, 当威慑不起作用的时候, 除非能够迅速歼灭, 不然对于美国来说怎么样都是输, 而今天美国在红海还有多少优势呢? 航母坐镇却被胡塞武装起脸输出, 甚至还要自己忍着, 只能说, 美国曾经的威风早就已经颜面扫地了, 美国如果不想自己的威严一直被拿来戏谑, 还是需要回到务实的角度上来, 帝国已经没有多少能力压制的时候, 就要学会选择放弃, 不然今天是中东, 明天可能就是其他地方了, 更何况, 美国自己国内的问题都已团糟, 现在美国还想凭借两个锅盖, 盖住三个锅, 早就已经不可能了, 美国要想从中东抽身, 只有同意我们的两国方案, 将更多的权力归还给中东, 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彻底抽身。 不然对美国来说, 中东就不光是鸡肋了, 而是帝国的坟场, 霸权的催命符了。 而这对于我们来说, 更是我们在沙一和解之后, 再次解决国际事务的一次展现, 而这不光能够促进中东地区的发展, 同时更能够让更多的国家看到, 我们与美国不同, 我们是真的给地区带来和平与希望的。 所以说, 该出手的时候就需要出手, 有挑战才会有利润。 这里是胜历史, 订阅我, 融入历史的大舞台, 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再次上面关键一样, 就算完成了。 同时再次触就继续比较大物鈴烈了。 Hinter来看这次当装置了一点, 披 Workst的金反 apprendre力竹挡入可是川普遗 requires